大家好 这一款水瓣是DC50E-2150A系列 最大阳层是15米 它可以通过这个我们所示的这个电位器 或者是通过我们外界环境中贯注0到5V的模拟电话信号 去实现这个水瓣功率的一个调节 进而达到水瓣的一个流速和阳层的一个调节 这个是水瓣的一个控制盒 这个控制盒它包含到水瓣里面所有的控制电路和保护电路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它丝毫没有顾忌的可以放到水里面 所以说这个控制盒本身它做到了完全防水 这款水瓣它能够赖高温100度 也就是说可以连续不断的去抽100度的开水 但是注意一点 因为控制盒里面是水瓣的所有的电路 电子元器件一般承载的温度在85度左右 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水温达到了70度以上 我们就建议将这个控制盒放到外面 与这个高温的水环境相隔离 因为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会随着高温环境而降低 甚至有可能导致电路功能的一个失效 现在我们简单的把水瓣放在水底 然后看一下这个电位器 它的一个调速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实现流速从0到它所能达到一个最大值的一个调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稍微你通过一个领动这个电位器看看水瓣它本身的一个在水底下的一个出水情况 现在还是比较平稳 再往上 好 再往上 好 再往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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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是它目前达到的最大 然后我们将水泡从水底 拔出来 拔到水面一扇 可以看到它冲到那个墙底都是具有很大的一个冲击力 下一步的话我们可能到野外去做实验 这样的话就朋友们可以更加直观的可以看到这个水泡本身它所能达到的最大阳城以及它的一个流量的一个更清晰的一个指数 我们再一次演示一下 好 烧人 好 OK 好 我现在全身是水 好 现在水泡的话 我把它继续放到水底 继续放到水底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冲击力是相当大的 这就是我们这一款 无刷直流潜水泡三项的 可以耐高温的DC501-24150A 图辣可调速这个功能之外 同时水泡它本身还做了一些保护电路的功能 例如像我们的这个水泡它的正负极 它的对于我们而言的话 水泡的这个蓝色的线是正负负极 然后棕色的线是正负 这边是我们采用的一款那个电源适配器 它提供的是阿尔斯福的一个直流电压 如果说我们不小心将这两个正负极监法的话 它水泡本身它在这个控制盒里面 它做有对极性的一个保护电路 所以说这一点无庸担心 另外还有燕伦如果说在一个杂质多的环境下工作 它有可能就是说由于杂质过多水泡堵塞 它也有可能也有一个检测功能 它能够自动的去掉电 然后我们清洗水泡之后重新散电即可 同时这款水泡它特别适合太阳能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启动无需过大的一个启动电流 这对于太阳能水泡这种 只能提供一种比较平稳的一个电流的一个电源 而言是非常适合的 可以直接去连太阳能板去供电